您好,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 哈佛商学院2020年的调查显示,来自90多个国家的1500位高阶主管中, 有71%在招募主管阶级的人才最重视应征者是否有适应力。 麦肯锡2021年的研究也指出,适应力强的员工,录取工作的机会比一般人高24%。 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指出,适应力就是一个人能让行为符合情境的能力。 拥有适应力的人,能判断在什么情形下要改变对策,什么时候要坚持现在的做法。 安勇会计师事务所举例,适应力可以展现在五种情境上,包括学习适应力,反应适应性,创意适应力,生活适应力,社会适应力。 工作者可以自我反思,遇到新事务时,自己能不能主动学习。 当事情不如预期时,能不能想出别的做法? 能不能察觉别人的观点与感受,调整自己的做法,让事情更顺利? 有没有创新思维,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能不能偶尔让自己喘口气,找到生活不掉的平衡? 这几种能力,能应用在企业领导,组织面临转型,遇到新挑战,以及个人寻求成长等情况。 第二则新闻 张忠谋曾在一堂课上提到当责的概念。 他举例,组织内的高阶主管可能在某些决策上产生歧见,但一定要厘清最终的决定权与责任在谁身上,这种责任归属便是当责。 当责上常见的错觉,就是许多主管,无论是哪一阶层,做决策的过程往往取决于同事与朋友的意见,认为多数人赞同的意见是最稳定,最没风险的决定,也是一种尊重多数的表现。 然而,张忠谋提醒,这可能不一定是个好现象。 主管也可能相信这项决定未来是对的,大家都会开心,如果是错的,至少大家都跟自己一样一见。 但决定的责任,一定在当责的人身上,因为被咨询过的人很少会认错。 张忠谋认为,主管花时间去争取多数人的同意,是白花精神的,不如多思考这项决定可能造成的后果。 第三则新闻 你曾经觉得米其林榜单乱评一通,毫无根据吗? 越来越多美食推荐评比出现,然而,评选结果要能被大众接受,必须掌握三个关键,也就是谁说的,说什么,然后呢? 首先,发布榜单评比的组织或专家,是否值得外界信赖? 建议可以优先考虑找业界专业人士或讯息接收者中的几位意见领袖来加入评选。 其次,同意见是有没有经过包装,结果会完全不同。 接受讯息时,善用图形与数字传达,会比文字的消化速度还快,还可以帮助大脑记忆和比较。 最后,公布评比对社会带来哪些好处,必须让外界明白参与评选的正面影响,并公布榜单的成效和回馈,来改善支持率,提升榜单的权威性。 第四则新闻 近年来,宠物商机不断攀升。 以日本的数据来说,虽然整体宠物数量下降,但宠物市场规模持续成长。 2000年整体只有约9000亿日币,2010年成长到1.37兆日币,预估2022年成长至1.6兆日币。 也就是说,宠物市场规模在近20年内,翻了将近两倍。 宠物数量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可饲养宠物的人口数下降,且人们的居住空间越来越小。 然而,随着宠物也进入高龄化时代,保健与营养品成为一大重点。 根据统计,宠物市场的70%商机来自食品饲料,而保健和营养品成为重点。 如今,养一只狗的年度花费,已经接近日本商班族的月薪,花费大钱每年持续成长。 这是不少厂商逐步抢进宠物市场,开发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关键原因。 展望未来,宠物商机渴望持续成长。 感谢您收听。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